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有的地方则是一片土黄和军烈 从高空俯瞰 景象颇为荒凉 还有一张航拍照片显示 干旱的湖区上竟然呈现出枯死的大树形状 给人一种不祥之感 然而 这却是探索湖底秘密的一个绝佳时机 尤其是揭开困扰了人们60多年的一个谜题 时光倒流到1945年 中国抗战结束前夕 一松名叫 神户丸 号的日本千吨货轮正在颇阳湖中航行 满载着从中国搜刮来的各种财宝 准备从颇阳湖驶入长江 当货轮驶入颇阳湖 进入长江的必经之地 老爷庙三角地带时 突然一阵狂风袭来 天空中黑云压顶 雷鸣闪电齐放 在狂风之中 神户丸号没多久就折成两段 迅速下沉 前后不过几分钟 他就从湖面上彻底消失了 船员无以生还 但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 沉船之后几分钟 电闪雷鸣就停止了 天空放晴 闭空如洗 就像刚才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个故事出自一篇名为 令人恐怖的 中国百慕大 来自鄱阳湖魔鬼三角的报告的报告文章 文章在1991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爱国青年们的广泛关注 原来中国也有类似百慕大的神秘之地啊 不过后来证实 这篇文章是作者根据鄱阳湖的各种故事加工而成的 虽然带有夸张的文学成分 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素材 鄱阳湖作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古代名为彭里仅靠长江 在汛期时 它能够吸纳长江里多余的水量 导致湖泊的水域迅速扩大 面积大时能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 而汉期时则相反 水域会急剧收缩 面积缩小至仅有几百平方公里 因此 它就像长江边上一个巨大的水袋子 充满了神秘与未知 鄱阳湖的中北段 有一个地方特别诡异 那便是老银庙三角地带 它坐落于江西省都昌县附近 被誉为中国的魔鬼三角区 这片区域异常天气频发 风和日历 转眼可能变为电闪雷鸣 狂风大作 称其为魔鬼三角 真可谓恰如其分 根据江西省九江海事局的统计 过去的60多年里 老银庙水域传之离奇失踪 或失事的案件 层出不穷 高达数百起 失事的船之中 既有小渔船 也有载重数百吨的内核大船 最惊人的是 1985年8月3日 竟有13艘船 在此区域相继沉没 创下了骇人听闻的记录 令人费解的是 这片水域水深不过二十余米 为何却贫乏灾难 因此各种离奇的说法应允而生 有人说这片水域藏有 狐怪 这狐怪浑身长着眼睛 形状像个大将落伞 能将湖水搅得波涛汹涌 UFO粉丝们也纷纷凑热闹 声称在颇阳湖西部 看到了圆盘状的UFO 在水面上呼上呼下 持续游动了七八分钟 更有人言之早早地表示 曾目睹一条白色小龙呼啸而出 尾巴巨大如扫把 伴随风雨雷电腾空而起 总之 种种传说让老银庙附近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仿佛不是住着外星人 就是藏着水怪 导致沉船事件频发 这些说法虽然引人入胜 但终究缺乏确凿证据 只能归为都市传说 然而 鄱阳湖水怪和鄱阳湖魔鬼三角区 却因此成为了当今 中国最热门的都市传说之一 不过 传说并非毫无依据 早在中国历史上 就有关于鄱阳湖龙出没的记载 北宋沈阔所著的《梦系笔潭》 便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其中便记录了这样的故事 沈阔不仅是位官员 还涉足水利 天文 地理 外交等多个领域 堪称通才 他晚年所著的《梦系笔潭》 可谓其一生阅历 与建文的精华所在 被英国汉学家李约瑟 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典范之作 沈阔所记录的故事 发生在宋朝与交址之间的 西宁战争期间 尽管宋朝的军事实力 在历史长河中 并非出类拔萃 但在这段时间里 北宋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警 名将王韶 对西部邻居吐蕃 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 成功夺取了 包括金甘肃临陶在内的五个州 这些州在安史之乱前 本属唐朝疆域 但后来唐朝失去控制 因此 这一连串的军事胜利 不仅彰显了北宋的军威 更为王朝拓展了数千里的疆域 史称西河之役 大约与此同时 北宋也对入侵其南方边境的 交址李氏王朝 进行了反击 交址 即今天的越南 在那个时代 是北宋的南方邻邦 沈阔所记录的故事 便是这场反击交址大军南下 路过鄱阳湖时发生的奇异景象 沈阔在《孟西笔潭》中这样写道 当大军浩浩荡荡向南挺进的同时 几十艘装载着军需物资的船队 也沿长江水路南下 一路上风浪汹涌 领军的大将忧心忡忡 生怕出了什么差错 就在船队在鄱阳湖航行的某个时刻 突然 一条小白龙从天而降 轻盈地落在了船队旗舰的甲板上 随即化身成一条小蛇 大将惊愕不已 不知这突如其来的意象 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旁的军师宁神习惯 掐指一算后 缓缓开口 依我观之 这条小白龙名为彭里龙 乃是颇阳湖的龙王 此番飞到咱们船上 应是来忽悠船队的 大将一听军师这么说 自然不敢怠慢 连忙取出船队中最好的容器 盛满清水 恭恭敬敬地将小蛇请入其中 自那以后 船队的航行便顺风顺水 日行百里 在未遇到大的风浪 当船队抵达洞庭湖时 小蛇便悄然消失 正当大将感到困惑时 军师再次开口 依我观之 应是彭里龙的 侠地已到尽头 下面的路程 便不再归他管辖 所以他便离去了 后来 宋军取得胜利 论功行赏时 船队的大将 也将此事如实报告给了宋神宗 宋神宗一听 保护军需物资有功 便决定表彰彭里龙 封其为顺济王 宋神宗对此事颇为认真 并非敷衍了事 他特地派遣钦差 前往湖边宣读诏书 并将诏书焚烧 以示庄重 所有程序一步不落 都按照礼仪完成 这便是发生在北宋时期的一则故事 时光流转 二百多年后 鄱阳湖又发生了一起历史上著名的灵异事件 时间来到了元朝末年 元顺帝治政二十三年 即公元一千三百六十三年 这一年 朱元璋与另一位大军阀陈有亮 在鄱阳湖展开了一场激战 陈有亮的水陆大军 号称六十万之重 而朱元璋这边仅有二十万兵力 因此 两军加起来 便是八十万大军在湖面上会战 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 规模空前的水面会战 也是人类中世纪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水战之一 战役的最终结果是 朱元璋大获全胜 陈有亮阵亡 然而 在战役的头三天 朱元璋的处境并不乐观 他兵力少 船只也小 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一度战况失利 形势危急 朱元璋乘坐一艘小船 向老爷庙的方向仓皇逃命 当然 当时还没有老爷庙这个称呼 而陈有亮的大船 则在后面紧追不舍 就在眼看要被追上的时候 突然间 陈有亮发现 他的船怎么滑都动不了了 他以为是船搁浅了 便派人下去查看 结果却发现 船底有一只巨大无比的猿 也就是一只大鳖 正是他顶住了大船 使得陈有亮的船无法前行 眼看朱元璋的小船越来越远 就要逃脱了 陈有亮当机立断 下令开炮轰击 他的炮手打得相当准 只听 光 一颗圆溜溜溜的铁丸子 直直地砸中了朱元璋小船的船尾 瞬间将船尾砸出了一个大窟窿 眼看着朱元璋的船即将沉入水底 陈有亮却已提前备好了香槟 准备欢庆胜利 然而 就在此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朱元璋的小船旁 一座小岛突然浮现 原来是那只曾卡在陈有亮船底的大猿 不知何时已悄然游致 朱元璋毫不犹豫 纵身一跃 便跳上了大猿的背 他无暇顾及 这大猿是否会对自己构成威胁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逃离陈有亮的追捕 于是 他紧紧抱住大猿 任凭自己的小船 迅速沉入水底 而大猿则滑动四只旗 乘风破浪 迅速离去 目睹这一切的陈有亮 惊恶不已 只能无奈地仰天长叹 爱 非我无能 实乃天意助朱元璋也 真是造化弄人 后来 朱元璋称帝 为了感激大猿的救命之恩 特地在事发地点 修建了一座庙宇 并封大猿为 袁将军 这座庙宇最初被称为龙王庙 至清光绪年间更名为 定江王庙 然而 由于当地百姓习惯将王爷称为老爷 久而久之 这座庙宇便被称为老爷庙 并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 在老爷庙两侧的石碑上 仍清晰地刻着 加封显应元将军庙纪 和 顶剑佐里元将军庙纪 的字样 那么 不禁让人好奇 朱元璋所遇的那只大猿 是否就是沈阔梦西笔潭中所描述的小白龙的另一种形态呢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 原意属于龙族生物 如像大鱼展示洛书的天元 虽外形似规 实则亦是龙的一种 这些神话传说 在华人传统文化中 被视为神异 祥瑞的象征 代表着天命所归 然而 在现代人眼中 它们或许只是水怪 远古幸存的生物 或是来自平行宇宙的存在 为了解释老银庙附近的灵异现象 有人提出了科学假说 其中 最为流行的是漩涡说 该假说认为 这些奇异现象 并非由水怪 或水底龙王所致 而是由于鄱阳湖特殊的地形 和水流条件造成的 鄱阳湖形如带子 带口狭窄 且连接长江 水流湍急 水下漩涡众多 这些漩涡强大的吸力 可能导致船只失势 从而形成了 人们口中的灵异现象 鄱阳湖的北部水域 狭窄而长 水流受到湖岸的反弹 和转向影响 形成了强烈的涡流 而老银庙所在的三角区域 正处于这些涡流的中心位置 水流速度远超南部水域 因此 尽管南部水流平缓 但老银庙附近 却暗流涌动 危险重重 这也为这片神秘的水域 增添了几分恐怖与诡异 到了汛期 水流湍急 湖面狭窄的地区 水流速度甚至可以增加到 每秒三米以上 关于这一现象 有一种解释是漩涡说 他认为鄱阳湖的几大支流 与长江在老爷庙水域附近交汇 导致水流湍急 水底漩涡不断 然而 仔细观察地图 我们会发现 大部分河流 其实是在鄱阳湖的南部湖区注入的 被松门岛和小鸡山两座岛屿隔开 因此 这些支流与北面湖区的漩涡 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漩涡的形成原因以及水底是否真的有漩涡 目前还没有定论 进一步说 即使漩涡说能够成立 他也无法解释老爷庙附近经常出现的雷鸣电闪和怪风大作的现象 那么 这些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在1990年代初 随着神户丸号都市传说的流行 一位名为韩李贤的地下水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经过勘查 老爷庙附近的都昌镇 基山以及湖口一带 存在丰富的地下溶洞和暗河 每个溶洞和暗河都有自己独特的电磁场 因此能够引起雷电 然而 这种说法较为韩混 没有得到专家们的广泛认同 后来大家发现 韩先生其实是一位打井专家 在老爷庙附近打了200多口井 因此他的雷电说含金量并不高 最终不了了之 1985年 陕西省气象局在老爷庙附近设立了三座气象观察站 进行了一年的观测 收集了20多万组气象数据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老爷庙附近水域是江西省一个少有的大风区 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6级 风速能达到200公里每小时 这样的大风足以让壮上的船只传毁人亡 然而 仔细分析这个结论 就会发现其中存在问题 16级大风是一个相当罕见的概念 根据气象局的标准 12级以上的风就被称为飓风 而在内陆地区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飓风 因此 16级这个数据很可能是错误的 或者是未经核实的 迄今为止最实锤的观测数据 来自于2020年7月份发表的一篇科技论文 该论文引用的观测数据显示 老爷庙附近最高风速为每秒钟31米 即每小时111 6公里 大约是11级大风 这个风速是在1982年4月8号 在鄱阳湖观测站观测到的 因此 老爷庙附近偶尔会出现怪异的大风 这是事实 但风力并没有传说中的16级那么大 后来有人试图解释这一神秘现象 他们认为 关键在于老爷庙水域北面的庐山山脉 庐山山脉距离老爷庙水道大约5公里 其走向于老爷庙水道大致平行 当北风呼啸而来 气流从长江南下 恰好遭遇庐山 导致气流在前进方向上受到压缩 老爷庙所处的地形尤为独特 呈现出上大下小的锥形体特征 使得风不断涌入这个锥形体的入口 而老爷庙恰好位于入口最狭窄之处 因此 风速在此处达到了顶点 这在科学上被称为侠管效应 它导致了狂风怒吼 啄浪滔天的景象 在强风的作用下 波浪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 如果此时恰好有船只经过 那么船员们就会感受到 怪风扑面而来 浪头高涨 最终导致船毁人亡的悲剧 那些劫后余生的人 在恐惧和情绪的驱使下 可能会扭曲记忆 误以为遭遇了水怪 再加上小说家的渲染和夸大 浦阳湖水怪的传说 便逐渐声名远扬 尽管这个解释听起来颇为合理 但总有一些人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 锥形的地形 并非只存在于老爷庙一处 在老爷庙水域附近 也有不少类似的锥形体 比如这里 还有这里 那么 为什么这些地方 并没有出现第二个 老爷庙 现象呢 另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 既然发生了这么多起沉船事故 那么这些沉船的残骸 究竟在哪里呢 理论上来说 他们应该沉没在湖底 然而 在2022年7月 鄱阳湖遭遇大旱 水域大幅缩减 许多湖底都裸露了出来 但令人奇怪的是 人们并没有发现任何沉船的残骸 难道这些残骸 真的去了平行宇宙吗 沉船事故 在历史上确实多次发生 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按常理说 我们应该能在某些图片上找到一些线索或端倪 但仔细查看一张张卫星图片和航拍照片 我们除了看到干涸的湖床和滩涂淤泥外 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因此有人猜测是否因为湖底淤泥过后 将船体残骸全部掩埋了起来 然而这只是一个猜测 我们仍需要实地考察 才能得出确切结论 虽然至今尚未发现沉船残骸 这一现象确实有些诡异 但同样我们也没有发现水怪的踪迹 那么这究竟算是辟谣了呢 还是增加了更多的悬疑色彩 这确实难以说清 总的来说 关于鄱阳湖老爷庙的种种怪异现象 以及水怪传说 科学界至今仍未给出完美的解释 因此 这个水怪的都市传说 以及鄱阳湖小龙军的神话故事 仍然吸引着大批忠实的粉丝 在纪念大汉之前 湖边的人们在出湖之前 依然会按照习惯前往老爷庙祭拜 祈求龙王爷或元将军保佑他们平安 可怜的鄱阳湖龙王 就这样被误解 被矮化 甚至被描绘成了平行宇宙中的水怪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点赞和分享哦 同时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以便及时收到我们的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与你一起继续探索这个神奇的世界 Zither Harp i